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接着聊这个person和people的这个话题 那请问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people是谁呢 那当然是家人呢 对不对 那家人这个词英文我们叫family family OK好 那我们想到一家人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人是谁呢 啊这就是父母 那这个英文叫 parents 那父母这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呢 那这个叫什么呢 哦对 我们有妈妈 我们也有爸爸 那妈妈英文叫mother 然后爸爸我们叫father 那虽然我说妈妈和爸爸叫mother和father 可是一个更对应的词可能是母亲和父亲 因为英文的mother和father是比较正式官方的一种说法 也有更可爱的说法 比如mom或者dad等等 不过今天我们就先学这些比较正式的说法 好的那妈妈和爸爸一起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个孩子 有个孩子对不对 那么孩子这个词英文我们叫child child 有时候在口语中我们也可以叫kid kid 这两种说法都是一致的 child会比较官方一点 那child我们有可能有一个女儿 也有可能有个儿子对不对 那女儿怎么说呢 这个词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是daughter daughter 大家注意daughter有一个gh 然后这个gh是不发音的 那儿子怎么说呢 儿子就是son son 这个词跟daughter对比起来简单多了 好的那么所有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孩子小的时候是依赖父母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英文叫depend depend 那除了依赖人家 我们当然也爱他们 那最能传达爱意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亲吻呢 那这个词我们英文叫kiss kiss 那么我们长大了离开他们之后 没法天天见面 想他们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是打电话呀 那么打电话的英文就是call call 好的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那学完单词后呢 我建议大家复习的时候 拿着这个思维导图 早句 最好是一句话能用上两个词 比如 my parents have a son 我父母有个儿子 这是一句特别简单的话 可是与此同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复习方式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